面对小孩子如果有喜欢熬夜的习惯 家长可能要注意咯 由Toyota荣誉赞助的2018年 东森幼幼小主播选拔赛 特别从9到12岁入围 雅米组的小主播当中 选出了今年9岁的晋级者Joanna 向全美的观众朋友说明 这项幼角行之 大家好 这里是东森美洲电视台 我是小主播Joanna 接下来为大家播报一则讯息 不要再让小朋友熬夜了 英国一项最新调查显示 7岁以下的小朋友 如果经常熬夜或者睡眠不规律 都会影响到他们的脑部发育 更进一步的会影响到学习能力 相较之下 睡眠习惯好的孩子脑部发育都比较健全 且比童年龄的小朋友 平均智商的得分也比较高 通过对超过一万一千名 七岁以下儿童的观察 儿童研究专家得出结论 晚上九点以后入睡的儿童 在学习能力上会比拥有充足睡眠的孩子 表现比较差 主要原因是 不规律的睡眠或熬夜 会影响到身体内的激素 打乱生理时钟 并且阻碍到大脑 接受新讯息的能力 因此处在生长发育期的儿童 脑部发育是关键期 是否能获得充足睡眠 对他们来说相当重要 以上是东森新闻 又由小主播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